I knew Michael Jackson very well. I knew him better than probably almost anybody.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一條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之前幫 Michael Jackson 平反的影片 由漂白皮膚 去到兩次戀童案的真相 還有奮養器倉 借精 和去年的Leaving Netherland 風波都有說 如果大家對 Michael Jackson 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大家過去看看 而今次的主角 除了繼續是 Michael Jackson 之外 還有他 No! Get those lights off! Off! 特朗普和米國積遜 一個是白人商家 一個是黑人歌手 特朗普自力打擊亂童罪行 米國積遜就被指有亂童癖 米國積遜打破了白人對惡壇的壟斷 但特朗普就被指是種族主義者 在媒體筆下 他們的形象好像是極端的死對頭一樣 但在現實中 他們竟然是共過患難的生死之交 這兩個人的關係到底有多密切 他們又如何被媒體扭曲呢? 看了他們的故事之後 你可能會了解到真正的他們 還有傳媒 故事開始在1988年 特朗普和米國積遜 結識在Bad 世界傳媒演唱會的後台 米國積遜台上瘋狂 台下害羞的強烈反差 為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 特朗普形容米國積遜獨特 而且非常聰明 就是這樣吸引著他 米國積遜的非常非常聰明 很多人都不想知道 他是非常聰明 特朗普的太基領導場酒店開幕 他決定邀請米國積遜出席開幕電禮 雙方的友誼正式開始 20年之後 特朗普在出席一個慈善晚會的時候 仍然對米國積遜深情感激 他相信 只要他開到聲 無論米國積遜生活多艱苦都好 都會來幫忙 米國積遜系大慈善家 畢生捐款多達驚人的超過23億港元 更加獲見歷史應徵為捐款 和資助慈善機構最多的藝人 而特朗普在媒體上的形象就自然不同 自私 冷漠 無愛心 但當年轟動全國的Ryan White事件 就顯出特朗普局同理心的一面 更加拉緊了他和善良的米國積遜之間的友誼 Ryan White是一個患有愛滋病的男生 但由於當時的民眾對那個病並不了解 Ryan同學的家長 怕他傳染給小朋友就拒絕逼他回學校 米國積遜之道事件之後 黏著他入讀新學校 並且在Ryan晚年一直陪伴他 Ryan最終比預期活多了5年 就在泰基領導場開幕之後兩天 Ryan White就過了身 米國積遜隨即決定去Ryan家 陪伴他的家人和出席喪禮 而本來要飛回紐約做事的特朗普 見到之後也臨時改變行程 陪伴米國積遜飛去Ryan家 特朗普和Ryan家庭 昨天見到他母親 和操控她 特朗普和Ryan家庭 特朗普和Ryan素未謀面 但就為了男生的家人放下工作 米國積遜信看在眼裡 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特朗普善良一面 他們有情的第一個大考驗出現於1994年 一年前米國積遜第一次被控性侵兒童 後來因為演藝工作完全停滯 保險和唱片公司就叫他以巨額和解指示 面對指控、選擇賠錢 個個都覺得米國積遜身有事 但特朗普就用實際行動表達信任 所知的實際行動不是在鏡頭面前說兩句 而是被米國積遜搬到特朗普大廈 Trump Tower那裡租住 還被他和自己的兒女玩 他還為米國積遜建造了武池 方便好朋友製作新專輯 米國積遜一住就住了9個月 新專輯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ook 1順利面世 碟裏面有一首歌叫做Money 批平的人為了金錢不惜出賣靈魂 米國積遜亦都在那首歌裏面向特朗普致意 讚揚他用有尊嚴的方式賺錢 當米國積遜在Trump Tower站住的時候 他們有晚就去到經常都有名人打等的法式餐廳 Lassert那裡吃飯 有權有食的特朗普才第一次見識到真正的巨星魅力 特朗普說那些名人通常都會這樣說 職算先生,我蛇仔是你哥密 你可不可以幫他簽個名嗎? 但特朗普就相信那些簽名是給他們自己的 有一位女士是紐約出名最有個性的社交名媛之一 他試圖保持型格地走近他們桌邊 但就緊張到卡住 特朗普說他認識這位女士很多年了 但見到他那麼緊張,還是令他很驚訝 向來自信的特朗普再一次接伏在米國積遜的魅力之下 但令他更加深刻的是 身邊這位好朋友連靜靜地吃飯的空間都沒有 重重經歷令特朗普更加同誠這位朋友 和解之後沒幾台,米國積遜就突然宣布婚信 新娘是貓王皮麗是你的女兒,麗生瑪莉 外界質疑婚姻真實到,說她結婚只是燕莫 目的是為了掩飾特殊的性癖好 流行天王娶了搖滾天王的女兒 就好像Paris Jackson突然間嫁給Justine Bieber那樣奇怪 面對荒誕婚姻,個個都有權說三道四 但沒有人比特朗普更有資格 因為積遜夫婦的蜜月 正正在特朗普名下的海湖莊園那裡度過 是真的嗎?我問說是絕對 他在那裡一星期和她,他從來沒有下降 所以我不知道什麼事 但他們在一起 很多人說他們沒有下降 他們在那裡一星期,他們從來沒有下降 我問他們在那裡,我問他在那裡嗎? 我看到他在那裡 美國積遜也非常信任特朗普 除了選擇在海湖莊園的道蜜月之外 原來這一場突然震驚全球的地下情 特朗普早已知情 I've known the secret for a long time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y've liked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hopefully loved each other 雖然婚姻之後維持了20個月 但到了現在 特朗普仍然深信 米姑積遜愛的是麗莎馬利 They almost never came out It was absolutely real, 100% in my opinion I am not guilty of these allegations I never intend to place myself in so vulnerable a position ever again Please keep an open mind and let me have my day in court 1993年的戀童案,特朗普沒有開康 但十年後這一波,他終於忍不住 當時的米姑積遜 已經是傳媒不下的Reco Jacko 漂白,釘仔,住氧氣倉 你敢寫就有人敢相信 戀童案都自然有人未審先判 就連黑人民條都不看好他 偏偏有個金髮白人 撐積遜無辜 插完告敲詐 然後警察粗暴 在這漫長的兩年裏 曝光率最高的 不是青梅竹馬的女星波基小獅 也不是合力打造出Thriller的音樂人 Quincy Jones 而是這一個被指討厭黑人的附庸 接受傳奇名嘴Larry King訪問的時候 特朗普又說 I'm gonna stick up for him because nobody else is but I don't believe it 他用的是帶點悲哀的because 而不是懶惰另類的惡刀 對於特朗普來說 因為沒有人相信你 他更加需要站出來 特朗普更加無懼被指blame the victim 狂轟原告媽媽心懷不軌 and she goes after him viciously and violently and I saw a story and I read another story about some of the things she's done and I don't believe it 面對強勢捍衛 連經驗豐富的Larry King 都感到意外 I had no idea he'd be that strong defensive of him and good for Donald you know 人人等著看巨星入獄 他只是堅信 真理必勝 it's tough it's tough to win but I have a feeling he's gonna win Larry 迷告直信最終脫罪 聯邦調查局FBI 後來也公開了一份 秘密調查13年的報告 同樣指他沒有罪 還他徹底清白 總算沒有辜負到 很有對決的信任 有錢 Sir,我們有一個男士需要幫助 他還沒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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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在嘗試幫助他 但他還沒有 OK OK,好嗎? 他是50歲 50歲 OK 2009年6月 年僅50歲的米高職信突然離世 Wacko Jacko重新變成King of Pop 每個人在他死後 都自動自覺被淡他的性醜聞 唯獨直長直討的特朗普 毫不忌為地主動提及這件事 在最少會開始之前 Larry King就打給主角生前的各界好友 當中包括特朗普 特朗普益述米高職信在Trump Tower 和海湖莊園站住的點滴的時候 突然之間激動地主動提起戀端案 The kids were very young Michael would come Play with the kids He just loved children He was not a child molester And I am certain of that He'd play with my son Eric And my son Donald And he'd just play with them forever He loved children But he was not a child molester Eric was like seven And Michael was at Mar-a-Lago Oh And he said Trump,Trump Your son is very beautiful I must take him to Neverland Get out of here Now I thought this was the nicest thing I said Isn't this nice? He is the nicest guy He wants to take my son to Neverland 外界眼中的俠童溫床 在特朗普眼中 就好像天堂一樣 別人笑他們太瘋癲 但他們早已看穿對方 小Donald 經已練過40 但他從未忘記童年經歷 Michael Jackson He was our neighbor at Trump Tower Right So I was playing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 With Michael Jackson 他又在自己本書 Triggered 裏面表示 最近有關即訊的指控令我震驚 我和米谷的經歷 不包括他被指控的這些事 考慮到我爸爸被稱為種族主義者 他被兒子和一個黑人一起玩 真是很奇怪 他又說 爸爸見到米谷即訊喜歡玩忍者龜 竟然把兒子做主機公站回來的遊戲碟 送了給米谷即訊 He just took it He was like okay He took your game Yeah I was like what's going on 除了以過來人身份力證亡有清白之外 亦都證實爸爸並沒有歧視黑人 和米谷即訊關係密切的特加成員 除了三父子 還有他們 Michael Jackson I love Michael Jackson So Michael was a great friend of ours And he lived in Trump Tower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特朗普前妻Evana 在自轉Racing Trump裡面就這樣寫 唯一一個有權可以隨時隨地來公寓玩的人 是米高即訊 他會去小朋友的房間陪他們玩幾個小時 他們一起看MTV台 一起玩馬力奧兄弟或者俄羅斯方塊 還會用這個砌Trump Tower出來 米高是個30歲的大小孩 他和伊凡卡還有一班兄弟的關係 可能比起和我們更加密切 我從來都不相信他侵犯了那些小孩的指控 他可愛而且溫柔 不可能傷害任何人 除了米高即訊和特朗普一家關係密切 特朗普和即訊家族同樣親密 Donald's a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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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man He's very sweet, he's very kind, his heart is good I love Michael very dearly But I feel even more sorry for these children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 life anymore 當年特朗普受到丈夫迫使 指控弟弟米高戀童 特朗普的Trump Tower 就成為了米高即訊的第二國家 這一場風波令到兩個家庭互相了解 特朗普最終不單止沒有輸了弟弟 還贏了特朗普這個忠誠好友 There's a lot of misconceptions about him that people don't really realize A lot of people, I know there are people out there that thinks he's prejudice Donald is not prejudice whatsoever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officially running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our country great again 自從特朗普參選總統以來 因為身份嚴肅已經很少再提及私人故事 但有些時候 這位老人家都是會忘記身份 忍不住維護二股好友 2016年 特朗普在Anderson Cooper的節目上拉票的時候 又提到他和米高即訊的故事 想起細細七年的老友 想起他們身邊太多假人、假妹 特朗普再為老朋友抱不平 When he died, I would watch people get on I don't wanna mention names But people that you know very well People that you interview They would talk about Michael Jackson They didn't even know him 話就說是維護米高即訊 其實都是維護他自己 同樣是爭議性人物 特朗普聲明米高即訊感受 媒體帶著偏見地洗毒者腦 那些人當是真理 不下主角再無翻身之地 So many people are on television that don't know me and they're like experts on me You know when Michael Jackson died I know him very well And everybody was talking about Michael Jackson They didn't know him And everybody commented on Michael Jackson I said to myself You know it's amazing They have no idea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y knew nothing Some of them never even met him And I sort of laughed at myself Here they are there talking about Michael Jackson They never met him And that's happening But she did 儀器背後 帶著一份聖聖相識 去年是米高即訊 世世十周年 前發言人Raymond Bain 公開請特朗普幫忙 找回下落不明的遺囑 以及徹查他的死亡真相 除了因為特朗普是總統 更加因為米高即訊 生前多次跟他說過 特朗普是少數 永遠不會背叛他的人 Michael Jackson and Donald Trump were very close Michael considered him a very close friend And he said to me on many occasions That Mr.Trump was one of the few people Who never turned his back on him And who was there to help him during his trial He was loyal to him And that was during Michael's life 特朗普不喜歡掩飾 總是把米高即訊掛在嘴邊 米高即訊就作風低調 好少公開提及特朗普 好多人都不知道 他們是好朋友來 但原來 特朗普幾恩 米高即訊一直幾在心裡面 Don't wanna see your face You better disappear The fire's in the eyes And their words are really clear So feed it through Just feed it through A paper almost told me Be careful what you do Don't go around Making young girls' hearts Beat it through He can't sit right by me He's as nice as we don't know I guess you know what you do She thought to the moon Hey He can't sit right by me He can't sit right by me 特朗普自力打擊戀童罪行 除了家族成員攻擊拜登 對女同友不恰當舉動之外 也有指特朗普本人在任期間 秘密打擊了政府和荷里活 一個龐大的戀童組織 並且切發拯救世界各地的初忌 諷刺的是 他窮半身為戶的好朋友 死後10年 仍然受到紀錄片風波困擾 而他眼中的真正罪犯 就有機會入住白宮 任你再有權勢和命氣 面對媒體攻擊 都是束手無差 但讀者們 有責任自己分辨是非 在全世界都認定米古即信有罪的時候 特朗普選擇信任 在全世界都認定米古即信有罪的時候 在米古即信死後 特朗普仍然堅持繼續捍衛 即使好朋友已經再聽不到 看來南緣不設的兩個人 其實有很多共同點 兩人同樣有名有利 但都同時天涯淪落人 一生努力不懈爭取兒童和黑人權益的 被描寫成為戀童漂白怪 對黑人朋友忠貞不如的 就被寫成是無情的種族主義者 他們絕對是被美國媒體扭曲的表表者 世界上能夠明白他們感受的人也真的不多 或者就是這份星星相識 成就這段奇妙真摯的友誼 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好多謝大家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有什麼感想 其實我在連登都有寫過這個故事的文字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在我寫的時候 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 特朗普真是一個非常非常有義氣的人 尤其是他被Michael Jackson去Trump Tower 站住那個故事 對方剛剛才被人告性侵異同月 但他竟然被他過來自己家住 又被他跟自己小朋友在房間裡玩 如果不是百分之百信任他和有義氣 我覺得都沒什麼可能會無故忌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除了可以更加了解到特朗普和Michael Jackson之外 更加重要的就是 希望大家面對媒體的時候 記得不要妄想判斷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之餘 有時間都可以進去平反影片那裡看看 有任何意見都歡迎大家留言 希望下次繼續演到你 所以你會有一個議員在 Virginia 他就是那個人 他承諾他是Michael Jackson 你記得嗎 但沒有人可以運動 像Michael Jackson 沒有人 沒有人 而且他想要嘗試 去告訴他 他真的告訴他 他的妻子救了他 不太多 但她說 不要做這個 不要做這個 因為沒有人可以做這個 沒有人 只有Michael 好